今天我要講的是如何讓老闆喜歡我 當然不是靠總辦啊長得很漂亮等等 就是你要讓老闆覺得你這個人呢 你有什麼麻煩但是又很好用 那你可以用個什麼東西來表現呢 譬如說在你寫email的時候 你這樣想看如果他是老闆的話 他每天不知道收多少email 當然不是說你們家最大老闆 只要是管得到你的人 他都可以叫你的老闆 當然還包含很多潛在的老闆 現在也許不是悠悠可疑的 他們一定常收很多email 但是你要讓他看到以後就知道 啊這是要幹嘛的 我非常清楚就可以解決這email 因為有些人他覺得他英文不太好 就是有點小小的覺得會舊自卑 他反而會把他email搞得用英文搞得很長 但是其實人家看不懂 然後那看的就會很火大 就有一股無明火 然後就會在你的頭上那邊飄著一種 以五月的黑衣 所以千萬不要讓你的老闆對你這種感覺 所以你在寫email的時候 第一個你要把握 其實最高的原則就是要剪輯 所以當然清楚 那當然這個是一個口號 你要怎麼樣做到這樣呢 你可以站在別人的腳裡面想這件事情 幫他設身處地的想一想 怎麼想 譬如說你今天看過email 那你會有什麼想法 你一定會想說 為什麼要發這個email給我 就是我們中文寫中文的起整轉論的起 為什麼 目的 你目的第一端就要寫清楚 最好第一句就寫清楚 還有呢 你看到這裡沒有 幹嘛進入我 然後呢 要我幹嘛 對不對 你一定是你這樣想 要我做什麼 What 或是他要做什麼 可能 有這個目的但是有行動 那不是我做就是你做 做什麼 然後最後用個ending 大概就是把握這個原則就好 寫著簡潔 甚至你的文法不是很完美都沒關係 這是你的目的要很清楚 那結尾的話 常常很多人就會喊這些 謝謝啊 如果你需要多一點資訊再跟我講 好 或是我在期待什麼 或是讓我知道你的決定 等等 這些 好 那我今天其實重點要放這個東西 在標題 因為標題就是email第一關 subject 好 那subject可以來幫忙什麼 幫忙你的起 它可以做個很好的一個公明 幫你起個很大的作用 幫助你這個 因為一看到這個就知道了 就這個怎麼做很重要 怎麼寫很重要 寫個簡潔而已 因為很多人的標題會怎樣 它會去它的版文抄圍一段放在上面 好 譬如說你看 The time for a meeting tomorrow has been changed from 9 to 10.30 這意思就是要改時間 你不要把這整段放上去 這是太長了 那重點是什麼 Weeting time change 寫這樣就好了 好 或者 In order to better than each work The office supplies I have developed a new system 我發展了一個新的系統來關於這個公 辦公室供應器的東西 來管理這些東西 那你不要這樣整段穿上去 它的重點在什麼 New system 重點 For office supplies 老師這沒有主詞咧 也沒有很明確的動詞上可以嗎 那老師都說英文文法什麼 劇情結構要怎樣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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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是標題 這是沒有關係的 最主要清楚簡明易懂 讓人家馬上可能知道 Oh why 為什麼 然後人家就可以知道 他該怎麼處理 但是他應該要把這個Email 放到什麼時候來看 或怎麼樣 這樣會很有利於他的時間管理 他就會很謝謝你 他就會喜歡你 講到主題 好 我們看第三個 We are looking to buy 32 webcanadas for our new branch 重點是我們要買這東西 你別這樣整段抄上去 那個new branch很重要 重要在這裡 Web Canada 數量也不重要 重點在哪裡 重點在評語 所以你可以有時候就是 很大概的寫 Product Inquiry 產品質詢 或者你可以把評語寫出來 叫做 Where can our inquiry 這樣人家就知道 這東西是在懸架 來詢問東西的 也許他就幫你放在優先處理 因為這就是機會 賺錢的機會 好 意思 Can we change the terms 我們可以改一下那個條款 那你不要把一個問區 就直接這樣放上去 你可以把這種問區改成什麼 Request 標求 To change the terms 沒有主詞 沒有很明確的 對這裡沒有動詞 因為這是一算一個延遲 你可以把它長成一個延遲 但是它不是一個很完整的 你看起來像個句子的東西 但沒有關係 因為它非常的清楚 這樣就可以 因為這是標題 好 第五 I'm sorry the goods can be delivered 財品 財品不能交貨 不能在優先交貨 不能在優先交貨 好 你可以這樣寫 但是你也可以直接寫 Unable to 不行 不可以怎樣 然後你把那個中間打出來 這樣他馬上就知道 喔這個東西好像優先處理 會怎樣 所以基本上 這是告訴你 如何用標題來輔助你的內容 然後讓這個Email 達到一個非常簡明義的 的一個境界 好 那你今天回去工作的時候 你就可以試試看 用這些方法